那据他的说法是他并没有接收到我们昨天 与荣来公司所指示的要保存现场能量的这个警示 所以他早上在服事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电线不应该出现在球场上 所以他把它给你除掉 他的工地主任 他早上在这个球场上把电线拔除 那据他的说法是他并没有接收到我们昨天 与荣来公司所指示的要保存现场能量的这个警示 所以他早上在服事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电线不应该出现在球场上 所以他把它给你除掉 那现在目前的话这个电线的部分 我们也会作为减调 我们交减调服务 送交减调的证据的证据 那再次强调就是说第一个 那具家自己的工地主任也说了 这个电线不应该出现在球场的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是因为具家的工地主任 将这个电线允许 但是我们目前也保存了这个证据 那接下来的话他所提到是说 他在拔除的时候有稍微费了一些力气 所以不确定这个土壤 事下是不是还有更多的 这些电线的废弃物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有待后处 可能还要跟荣来公司协调 或者是经过检调的这个决定 看是否还要再做更大面积的开挖来确认说 这个土壤里面是否还有更多的黑气